Hello everyone,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我是主播卡卡,我已经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三年之久,是一名体育爱好者,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篮球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大家记得点订阅哦。 英超时代,不管场内场外从来都不乏让人瞠目结舌的时刻,BBC王牌节目Match of the Day节目的播客里主持人莱因克尔和两位嘉宾希勒以及伊恩赖特一起讨论了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盘点英超史上十大疯狂时刻。 用好好先生莱因克尔的话说,年轻人嘛,谁不会犯错呢? 1.1995年1月,坎通纳飞踹水晶宫球迷,曼联国王的这次飞踹堪称惊世骇俗,而且绝无仅有了。 当时法国人被红牌罚下,离场的时候突然跳起来踹了一位水晶宫球迷。 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莱因克尔,坎通纳是一位了不起的球员,但又是一个稍微有点古怪的家伙。 不过他做了很多球员想做又不敢的事情,因为大家经常听到球迷无端的辱骂。 他那一脚算是报仇了,当年我刚做评论员不久,那天晚上是我的节目。 当时就在想应该怎么说这事呢? 最后也只是说了一些感伤的话,比如说哦,这完全不能接受,你简直无法相信你说看到的一切。 赖克,我们都有过犯魂的时候,但有些伤害是难以抹平的。 不管那个人对坎通纳说了什么,伤害已经造成。 还好有福格森爵士,大力支持埃里克,为他张开双臂迎接他的回归。 希勒,坎通纳当时已经吃到红牌,连球衣的领子都翻了下来。 但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依旧目瞪口呆,现场一片混乱。 2.1996年4月姬刚的咆哮,时人纽卡斯尔主帅凯文姬刚在和福格森的心理战中彻底败下阵来。 球队也被曼联逆转丢掉,本已经十拿九稳的英超冠军。 赖特,以外人的角度来看,纽卡斯尔和曼联的斗争确实十分激烈。 但福格森斗法的手段要更高明一些。 他用自己的言论不断激怒对手,最终让他失去理智。 那是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最伟大的一幕。 你压根就想不到一位主教练会如此丧失理智。 希勒,福格森爵士把他算计得死死的。 2月份的时候,纽卡还领先12分。 但曼联就是一步一步的赶了上来。 可想而知当时姬刚的压力。 莱因克尔,姬刚的表现确实很烂。 3.凯茨巴亚大发雷霆 1998年1月17日,当时格鲁吉亚人特姆利·凯茨巴亚代表纽卡在对阵博尔顿的比赛中打入绝杀进球。 之后冲到场边开始了疯狂庆祝。 先是撕开球衣摔在地上,然后狠狠地踹了场边的广告牌。 情绪十分激动。 希勒,那天我和他一起坐在替补席上。 当时的主教练是达格力神,我是刚刚商誉归来。 所以肯尼让我先上场,凯茨巴亚就不高兴了。 等到他替补上去我,一个回传注供他进球。 然后就发生了那一幕,像个疯子一样,先是脱掉上衣。 然后去踹广告牌,连鞋子都想脱掉。 赖特,那个画面就是那种你能看十遍但我一次都受不了的场景。 4.1998年9月,迪卡尼奥怒推裁判。 意大利人1997年加盟谢周三,首个赛季变成为球队的最佳射手。 在1998年9月27日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中,他的一个举动震惊了整个英国。 当时他被主裁判阿尔科克红牌罚下,结果心中不满的迪卡尼奥居然直接推了裁判一把。 而阿尔科克也顺劲亮亮呛呛的倒在地上。 赖特,我当时在西汉姆连。 有一次我进球后跟尼尔鲁迪克模仿了这个动作。 我一推他顺势倒在地上,确实有点尴尬。 我说的是裁判,一个成熟的人不应该那么容易被推倒。 但他想给迪卡尼奥最大限度的处罚,所以才倒地。 我知道迪卡尼奥和他在西汉姆的时候就认识。 那时候如果训练中有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他会直接甩手走人,会舞着手用意大利与骂骂咧咧的走开。 他的好胜心太强了,哪怕训练时候五服五的比赛也是如此。 莱因克尔,一般来说足球比赛中裁判被球击倒或者被球员撞倒都是很搞笑的事情。 但这个尤其搞笑。 希勒,那个倒地确实有点假。 5.2003年9月阿森纳球员群朝范尼。 当时范尼在比赛后半段罚丢一粒点球,之后一帮阿森纳球员围了上去对他尽情嘲笑。 赖特,基翁是那种你肯定想要他来做队友的人。 训练的时候经常是他来访我,然后我转会离开亨利加盟。 于是就有问题了。 因为基翁是那种比赛训练一世同仁的人。 任何时候都要赢,没人能在他身上占到一点便宜。 6.2005年2月,基恩维埃拉在球员通道的争吵。 那是在海部里。 曼联和阿森纳的比赛开始之前双方队长就已经干上了。 两个人在狭窄的球员通道里吵个不停,脏话不断。 最后是主裁判强行压了下来。 两位铁血队长确实都属于那种脾气火爆之人。 不过最后的比赛曼联4比2胜出。 不知道赛后双方在球员通道里还有没有过交流。 希勒,我们从电视画面里能看到基恩怒狠狠地说。 上场吧,我们走着瞧。 这种冲突在足球场上并不少见。 双方唇枪舌剑,最后在比赛中一分高下。 我十七八岁,那会在球队里就看到过不少这种两个人的冲突。 在更衣室里面打起来的都不少。 甚至还有球员跟主教练干起来的。 赖特、那时基恩和维埃拉的对决。 我记得帕克里克在对阵曼联的比赛前一周的训练中。 神态和强度都发生了变化,表现得更好,真的很精彩。 对于他们俩来说,通道里的那次较量没有输家。 7.2005年4月,鲍耶·戴尔互殴。 球场之上荷尔蒙四射,打架的事情屡见不鲜。 但队友之间的互殴着实并不多见。 刘卡斯尔的鲍耶和戴尔也算是名扬天下了。 同时也被万人唾骂。 希勒,两个队友打架,这简直不可思议。 之前的训练中他们是有一点小冲突,言语上也有点激烈。 其实已经打过好几次了,但就算是这样也不应该在比赛中打架。 当时球队被维拉揍得很惨,还少一人作战。 比赛的时候,鲍耶有几次没传球给戴尔,后者已经开始抱怨。 最后一次不传球的时候,戴尔直接过去找到鲍耶。 然后两人打了起来,后面裁判直接给了他俩红牌。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回到更衣室后我气疯了,然后主教练索内斯走进来说。 如果你们两个想打架,来,跟我打啊,我单挑你们俩。 赖特,这可是队友啊,还是在比赛当中。 全世界都看到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可接受。 8.2009年10月,本特射门打在气球上折射入网。 当时是桑德兰和利物浦的比赛,本特的射门是大力臣。 门将守在了皮球运行的路线上。 但皮球在即将被门将扑到的瞬间,打中了飘入场内的一个红色气球,然后折射入网。 上利物浦球迷们哭笑不得的是,皮球击中的红色气球竟然还映着红军对灰。 最终黑猫凭借此球1比0小胜,利物浦真的是有苦说不出。 赖特,很搞笑,裁判怎么会判定进球有效呢? 希勒,本特跑去庆祝进球,换我我也会这么做。 9点2013年4月,苏亚蕾斯投咬伊万诺维奇。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谢谢,thank you。